2018年7月8日最近NBA真的是话题不断,詹姆斯去胡人,乔治续约雷霆,但是,最大的话题还是勇士变得更加强大,杜兰特和勇士续约两年6150万美元, 考新斯加盟勇士530万美元,勇士的先发五巨头已经全部到位,说起现在勇士队的这一切,都和一个人有关系,那就是杜兰特,如果16年杜兰特没有投敌,没有去击败自己的勇士队,可能现在这两年的总冠军是不是勇士队,还真的不好说,杜兰特在雷霆九年的时光,可以说杜兰特就是雷霆队的标志, 当杜兰特选择离开的时候,俄克拉和马陷入了悲痛之中,微少因为杜兰特的投敌,和杜兰特行同末路,直到本赛季两个人才有了交流,杜兰特走后,雷霆的管理层把35号球衣,给了新人多奇尔, 当这明星秀上场穿着35号球衣的时候,很多人都震惊了,大家都认为雷霆应该退役这个号码,杜兰特看到以后说,雷霆没有给自己应有的尊重,他非常的生气,因为这件事情,杜兰特一直怀恨在心,用推特小号骂雷霆的教练无能,队友都是阿猫阿狗等等, 当时被大家所热议,面对这件事,球迷分两派,一派球迷说,雷霆的度量和格局太小了,不管怎么说,杜兰特为了雷霆付出了九年的青春,另一派球迷说,杜兰特在雷霆没有拿工资吗,走就走了,球一号码雷霆想给谁就给谁,和杜兰特再也没有关系,小编觉得,杜兰特真的把事情做得太绝了,你可以离开, 先迁后换才是他应该做的,直接走人,对待了九年的雷霆毫不留情,事情做得有点绝了,所以会让雷霆如此对待他,你不忍我不义,谁也不应该说谁,对于这件事,大家怎么看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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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